4月3日张继科500万键条曝光后 代言品牌已将它删除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悉张继科虽然已经退役 但收入一直都不错 2016年以6000万还在体坛财富榜第二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居然有6000万的收入 为何张继科连500万都还不起 其实张继科表面分光 但私底下并没有太多钱 举情人士透露 他的钱都已经拿去赌了 而且张继科的赌赢很大 澳门柬埔寨都有过他的身影 众所周知 人一旦摘上赌就很难进出 无论多少钱都能够败光 去年就有人爆料 张继科做保险审核没通过 原因是他的个人账户 长期与境外赌博资金有来往 此外拿着钱没有的私密去抵债 这样的行为也是违法的 如果张继科与债主合谋找对方要钱 可能会构成共同犯罪 还显然今天不想把事情闹大 也不愿意让这件事情让别人知道 毕竟他是明星 一旦报告了 对他的演艺事业肯定会造成影响 所以才选择沉默 如今某运动品牌已删除与张继科合作 对此你怎么看呢